500公斤重的母猪被宰杀 转眼间就被做成脆皮烤猪 可下一秒公猪就找上麻烦 男人想用98k把对方吓走 但子弹对他没有作用 而野猪张开了大嘴 紧接着 这时男人懵了 对方居然开始发起主动攻击 而野猪将来不及逃跑的人 轻轻一用力就掀翻 随后对着男人再次哭斥一下 一旁的村民拿起武器想要反击 却被野猪直接吓退 下一秒 伴随着惨叫声 野猪又撞断一根木头 随后对着掉下的人哭吃一口 这是一位母亲却丢出一包辣条 野猪以为是面前的小砍辣 于是强哥趁机扣动扳机 但子弹根本贯穿不了 可野猪静直地走到面前 强哥被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 而野猪却对他瞬间失去了兴趣 然而强哥为了报复野猪 竟直接将对方的猪宰杀害 却不知道洞外的野猪被惊醒 强哥不仅作死地浇上汽油 还一把火烧了 而外面的野猪正悄悄靠近 就在几人离开时 刻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不出意外的话意外马上发生 野猪突然发生暴动 山里面的人意识到情况不妙 急忙地往外跑去 险些野猪就咬到他们 可野猪见到要逃跑的人类 立刻追了上去 几人慌张得跑到山下 而野猪一嘴撞断拦住的木头 但他的重心不稳却直接摔倒 于是几人趁机逃窜 可野猪已经追上来了 这时强哥发现不远处的管道 随后急忙和几名队友躲了进去 而野猪也一头钻进来 但他发现进不去 下一秒 嘶吼声让他们急忙往里面磨动 直到晚上强哥才敢放松警惕出来 但没想到野猪就在他的背后 于是强哥凭住呼吸拿出小刀 两人很快就扭打到一起 而打斗的声音将同伴吸引来 眼看男人就要被野猪吃掉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猎人拿起98k 却直接打外 而强哥还在被撕咬 于是老猎人再次将子弹上膛 但是野猪却一下转过脑袋 吓得猎人把枪丢到 而野猪不想就这样放过他们 可这时大聪明拿起雨伞 想要挡住野猪的攻击 却不料被对方直接顶飞 好在野猪一下钻进木屋底下 于是队友立刻扶起强哥 眼看野猪就要跑出来 紧接着下一秒 懵逼的队友瞬间丢下受伤的强哥 而男人开始后悔 之前不该屠杀野猪的猪娃子 但野猪知道 自己的孩子还有两个活着 这时的女人却牢牢地抱在怀野 同伴想要将他丢下 可老人知道就算还给野猪 他们也会隐恨西北 于是大聪明高高举起猪仔 想要用这种办法让同伴离开 可下一秒 两人直接摔到泥巴上面 没想到野猪也追了上岸 一只野猪突然从山上冲出 两人慌张地贴在墙壁上 眼看野猪正在逼近 对方却发现女人身上的猪仔 杀戮的眼神瞬间消失了不少 但他仍然痛恨偷他孩子的人 可就在这时 一只毒蛇钻进男人的身上 而毒蛇却对野猪发起威慑 这让上头的野猪瞬间上头 酷吃一口将它变成小蛇饼干 于是两人健壮 急忙得跑进一处地田 就在他们跑不动时 男人发现眼前有一辆原始的运载车 两人急忙想把它催动 听到野猪的声音正在逼近 他们再次加大了力度 终于闷闷车被发动 可男人转头一看 野猪已经找上他们 蒙逼的两人瞬间蒙逼 紧接着野猪以迅雷不及二之时 朝他们不断靠近 而两人也在不停地做活塞运动 只为了让闷闷车跑得快一些 可背包里的猪仔却一脸淡定得看着他们 于是两人再次加快了速度 因为他们不想成为对方的典型 然而野猪还在颈椎不舍 眼看前方就是出口 下一秒就来到高架桥上 可突然 他们的身体一下被撞进诡异的山洞里 这时野猪也追了出来 而两人摇了足足两个小时 二脆膀胱一扫 发现这里居然是二战时期的仓库 可就在这时 好在大壮及时得按下刹车 摩擦里让闷闷车停下 但二脆差一点就隐恨西北 这时男人却大叫一声 他急忙寻找出口 但网片还没打开时 野猪就闯了进来 这时大山见到打不开 眼看野猪就要找到他们 于是两人偷偷地溜进一个仓库里 最后躲在角落不敢发出半点声响 但他们一下懵了 野猪正在外面 吓得大山急忙将二脆挡在前面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发生 下一秒野猪就来到他们身后的玻璃 突然 蒙蔽的两人再次蒙蔽 急忙往外面躲起来 可抬头一看 一双整洁的大门牙正在头顶 而野猪的口水一下滴在大山的脸上 但就在这时 二脆身上的猪仔突然动了 大山急忙地捂住小猪的嘴巴 但野猪已经听到自己孩子的声音 于是两人再次调转方向 可突然发现出口不对 两人立刻往高架上面爬 但野猪却一头撞过来 而楼梯开始不停地摇晃 这时野猪用身体不断撞击 一下将梯子撞倒 好在两人爬到上面 但大山却发现野猪消失不见了 于是为了不被困死在上面 两人准备分头行动 可就在这时 大山的身体突然往下滑 而他发现野猪的位置 立即就把安全帽丢过去 却不知道做死的行为 险些把他送去西北 慌张的强哥继续一路小跑 一边的二脆来到陷阱开关前 见到野猪已经来了 大山一把将猪娃子丢在上面 但二脆却迟迟没有按下开关 这时野猪发现人类没有伤害猪仔 看见孩子安然无恙 可下一秒 没想到二脆是想把他们一窝端 随后大山拿来了炸药 可二脆却将小猪爆出来 这时野猪被感动地 留下了两行热泪 但二脆知道野猪失了血动力 于是大山立刻点燃了火药 一把丢在了野猪的脸上 下一秒 伴随着火焰的燃起 野猪危机顺利被解决 但不知道猪仔会不会复仇 海苍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